24年军季报道说 政府将是拿当前支出方面的举措 包括补贴计划 养老金改革 公共及私人领域合作伙伴关系开销 以及对法定机构的财务援助及拨管 以避免加剧政府的财务负担 财政部指出这也是政府的承诺之一 维持可持续的财务状况 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 以及确保人民的福祉时刻得到保障 另外政府也将继续提高公共领域开销的效率和成效 减少疏漏的事件 避免计划和项目出现重叠 以及在公共开销管理方面 鼓励和实践良好守则 以及在财务报告方面保持不明度 交通部长戴德西威嘉祥在脸书发文说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昨天正式针对马来西亚重获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国际航空安全评估 一级安全评级 向交通部及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递将信函 烫水熟了 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已经完成所有纠正 他煮烧水了 并不合美国运办航空管理局严谨的安全要求 他都放在烫水了 以下只有脑袋上来了 首了的 另外一个是有大赢人招货 我哪不是哪没有招货 而魏嘉祥也表示 马来西亚重获第一级 也是为我国在10月4号蝉联国际民航组织 第三组结理事会成员 好像援助金改善他给汪救 他讲标减先权给汪救 好像他们去买东西 看那个烂波的人 那个阿公 跟阿娘借一千 9月跟他借一千块 他讲他的妹妹的儿子要买车 跟他借了一千 敢敢跟他讲不要坐 他那天跟阿娘讲 一个礼拜他不要拿光纤 扣咯 就一个礼拜没有拿光纤 扣了 扣了一个礼拜他一千五十嘛 扣了三百咯 等于还有欠他七百 他跟阿娘讲 等这个月啊 贡献部 玩他五百 后来过后 又跟阿娘讲 我这个月没有本事玩你 等下个月才玩你 玩你要跟他借钱 借了一并不住 该资金将在七号转移到乌克兰 每天就出来这边 在阿娘那边坐 就想等阿娘 给他 跟阿娘 他顶一下 是个顶下那个一百 所需要的物资 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结束 与捷克布拉格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后说 设立这项特别的四项基金 初期的拨款一亿欧元 以筹购承诺援助的装备 未来将会持续支援更多的武器 他说 法国正在与丹麦促商 提供更多高精准的凯撒轮行 自走流炮给乌克兰 而法国先前已经援助乌克兰18辆 此前法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大约是两亿三千三百万亿欧元 相较于其他盟国 只占了一小部分 但是这笔新社的基金将大大增加 法国对乌克兰的兴趣援助 俄罗斯人权组织经营馆 刚总过诺贝尔和平奖 他会以穆斯科的总部 就被俄罗斯法院充功 收归国有 而法新社报道 维尔地区法院7号裁定 纪念馆的莫斯科总部 将成为国有的财产 期望结束前 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030年国家体育愿景 将在未来十年 制定我国体育发展的 新方向和规划 我国是东亚和澳洲 候鸟签飞区的 19个成员国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批准了乌克兰13亿美元的 额外紧急资金申请 以上二件新闻由下一行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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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雨滴落在 青青草底 我听见 远方下课中 闲心起 可是我没有 听见你的声音 任常 呼喚我姓名 愛上你的時候還不懂感情 離別了才覺得刻骨銘息 為什麼沒有發現遇見了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許當時夢見微笑和哭泣 我的錢叫好像沒有拿下車 還有再後悔 沒有啊 到了萬機拿下車 昨天買 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 那陪我淋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塵不染的真心 與你相遇好幸運 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淚滿面的勝利 但願在我看不到這天氣